哈喽,大家好,我是阿丽 西葫芦是一道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蔬菜 富含较多的维生素C,葡萄糖等营养物质 尤其是钙的含量极高 而它的做法呢,也是多种多样 煎炒蒸煮都很不错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清炒西葫芦的做法 口感脆爽,开胃又下饭 特别适合这个夏天吃 首先我们把洗净后的西葫芦头和尾去掉 然后把西葫芦对半切开 再给它分成四份 然后用刀把西葫芦嚷去掉 再把西葫芦切成片 也不用切的太薄了 切成这样子厚的片就可以啦 切好之后呢,把它装入大一点的碗中 碗里边再锐勺食盐 给西葫芦刷一下水 用手给它抓拌均匀 这样西葫芦的水分才能够充分的杀出来 做匀后呢,腌制十分钟左右 接下来我们准备三块钱的瘦肉 先给它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呢,装入小碗中 现在来腌制一下瘦肉 往里边加入一小勺食盐 入一下底味 加小勺生抽 再加一大勺水淀粉 用手给它抓拌均匀 抓拌至感觉有点粘稠 像这样子就可以 接着再加一勺食用油 继续用手抓拌均匀 加油呢,可以给肉形成一层保护膜 等一下炒的时候就不会粘连在一起了 抓匀后腌制十分钟 接下来准备几瓣大蒜 给它切成蒜片 准备一块生姜 给它切成姜片 准备一根大葱 给它切成葱段 接下来之后呢,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几个小米椒 把辣椒剁去掉 再把小米椒切成洗刀块 切好之后呢,装入大蒜的盘中 这会儿我们的西葡萝已经腌得差不多了 看一下已经腌出了这么多的水分 加上往里面倒入适量的清水 把西葡萝清洗干净 把表面的盐分清洗掉 这样吃的时候就不那么咸了 洗净后控水捞出 把它装入入盘中 控干水分备用 固烧热放少许油 油热后放入葱姜蒜和小米椒 给它翻炒出香味 炒香后再把瘦肉加进来 用铲子快速翻炒均匀 翻炒至瘦肉变色 瘦肉炒变色以后 再把西葡萝倒入锅中 用铲子快速翻炒均匀 翻炒至西葡萝端生 西葡萝炒完以后 现在来调一下味 加一勺生抽 加一点点鸡精 用小勺食盈 用铲子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把它盛出来 放入盘中 一道非常好吃的 青炒西葡萝就这样做好了 用这个方法 炒出来的西葡萝颜色翠绿 看着就很有食欲 吃起来脆嫩爽口 还有一点点微辣的口感 特别的咖啡下饭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是阿丽 谢谢您的支持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 我们 我们